我们来总结一下 当你看到5加减2的话 这就变成5减2 第二 当你看到有positive跟negative的numbers的时候呢 比如说加6减19 或者减19加6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看是减的数目字大 还是加的数目字大 减的数目字大的话呢 答案就是减 加的数目字大的话呢 答案就是加 在这里呢 减19大过加6 所以呢 答案是减 然后呢 再用19减6 得到13 第三 如果我们遇到negative跟negative的数目的话呢 好像这个例子 减2加减6 或者减2减6 这就好像欠2块钱 又再欠多6块钱 所以总共呢 是欠了8块钱 所以呢 减2减6 得到减8 同学们做一下 Quiz 2 练习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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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